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9日 星期三 今天我們 在香港時間晚上9點 直播 大家多多留意 現在 這場俄烏戰爭 這場侵略戰 打得如火如荼 打了十幾天 俄羅斯仍然 沒有辦法 全面 取得優勢 甚至可以說 是不斷顯現他的劣勢 當然幾十公里的 戰車 拍一致長城陣排列出來 其實也是被迫的 因為 其他的地方 因為泥土太軟 那些戰車坦克 一架 重幾噸的 一堆下去就全部含在泥沼裏面 出不回來 所以被迫在公路 但是 如果烏克蘭的戰機出動 那些 那些戰車 肯定全部 變成活靶 不單止如此 我們看到 俄軍也沒有空中優勢 因為 面對著 美國的刺針導彈 其實他們的飛機 是危險的 所以 他們的空軍已經被擊落了幾十架戰機 還有幾十架武裝直升機 兩個加上九十多一百架 怎麼跟人家打呢 沒有空中優勢 你的地面部隊也推進不了 就算推進 也會很嚴重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根據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吹哨人 即是爆料人 就說 根本他們整個間諜部門 對於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計劃 是一無所知的 這些國家裏面最重要的情報系統 因為普京本身KGB出身 現在的俄國 聯邦安全局 其實 等同KGB 這是一班特務 他們 認為 這次普京這場戰爭 是會徹底失敗 甚至乎 他們用納粹德國 來商提並論 這節我們 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報告 以及現在的局勢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那麼究竟 叫做 俄國聯邦安全局 他們 前身就是蘇聯的KGB 一個 在KGB已經是任職 現在 正在做聯邦安全局的分析員 他撰寫了一篇報告 說俄羅斯在戰爭中的死亡人數 已經達到一萬人 到目前為止 俄國國防部 承認在烏克蘭的士兵之中 只有498人的死亡報告 這個報告說 入侵烏克蘭的失敗 歸咎於聯邦安全局 但是這個部門 事前 完全沒有得到任何的警告 也沒有準備好來自 應付 國際社會癱瘓性制裁的影響 爆料人就補充 俄國政府裏面 沒有人知道 實際的死亡數字 因為傳媒隱瞞 因為他們要賠償 他們現在普京說 賠700萬勞報給任何一個 陣亡士兵 但是只是承認498人 即是其他死亡的不賠 他們說 情報部門的人 說我們已經 跟主要的C級單位失去聯絡 他沒有辦法跟軍部的人 聯絡 所以這場仗 他們完全 不知道要怎麼打 你想想 前線打仗 竟然跟情報部門的人沒有聯絡 這場仗怎麼打呢 你沒有情報戰 沒有收集在敵方的情報 也沒有 不知道外界的影響 這是普京決策的問題 當然他是不想情報部門的人知道太多 也不想軍方人跟太多人聯絡 因為要直接聽名於他 而中間很多的決策過程 由普京一個人負責 免是節外生枝 以免 軍隊的人知道太多 怕人造反 其實最主要是 劉立報導說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官員 是命令去評估西方制裁 帶來的影響 但是他們 被告知 這個假設性是要逐項 核查工作 即是說 他們說你必須 要俄羅斯用一個勝利者的方式來撰寫報告 否則你會被質疑沒有做好工作 怎麼寫呢 你叫情報部門寫一份作戰的報告 這個分析的戰報 但是 又要分析一下 外國突如其來的制裁 但是 又要以俄羅斯用一個勝利者的方式來寫 怎麼寫呢 他們 就說 突然發生的事 一切 都歸過你們 根據這個數據來分析 完全誣了他們 報告說 我們是憑直覺行事 憑情感行事 我們的賭注將不得不越來越提高 越輸越賭越輸越大 希望突然有甚麼要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有好處 或者我們有甚麼是對我們有利的條件 報告說 總體來說 俄羅斯其實是沒有出路 沒有任何勝利的選項 只有失敗 報告說信中的說這個車神領導人 普京的邏友卡德羅夫 被他派去刺殺 總統澤連斯基 這個殺手部隊 竟然被烏克蘭軍隊摧毀了 現在 俄羅斯 直接跟烏克蘭人作戰 原因就是他們的先頭部隊 被解決了 報導說 即使現在的澤連斯基被他們暗殺成功 俄羅斯也沒有希望佔領整個烏克蘭 即使烏克蘭人有最低限度的抵抗 我們 要佔領整個烏克蘭 需要有50萬的軍人 而且這50萬人 不包括後勤補給 以及供應 支重部隊 運送 燃料 運送食物 運送食水 以及必需品 報導說 這位分析家說 俄羅斯聯邦 對外情報局 要挖掘一些污點 抹黑的污點 例如烏克蘭擁有核武器 作為先發制人的 打擊藉口 報告說 本身有一份2000字的文件 是 俄羅斯人權活動家 公佈的 打算 作為說烏克蘭擁有核武 所以我們要打他 但是大家都知道 當時在美國 很嚴格的驗屍之下 是驗到烏克蘭徹徹底底交出所有核武 大家都簽字 當時 聯合國五個常進理事國 中英美法俄 全部在文件上簽過字 誰人都知道 他們的核武器已經被 國際撒毀了 個個都拍了頭 你現在哪一人都說回頭 哪一人都說回頭 好了 俄羅斯這個安全部門的專家格羅澤夫 他曾經向兩個聯邦安全局官員表示 兩個人 毫不懷疑是同一個同事寫了這份報告 格羅澤夫在18年 調查 報告了英國 索爾茲伯里神經 毒劑 襲擊 中毒者 他說 烏克蘭以前曾經洩露過 假的俄羅斯安全局信件作為心理之一部分 格羅澤夫說 這封信 顯然與眾不同 他是通過一個有信譽的來源 叫做 奧謝金 在那裏得來的 而這個文件比一個偽造者 報告 報告詳細很多 報道說俄羅斯安全局 是由普京的身份 博爾特尼科夫領導的 他們 其實是上世紀 在蘇聯時代 70年代就已經認識 普京 當時他們 也是列寧格勒 即是現在的聖彼得寶 做KGB 而鮑德尼科夫的兒子 現在是俄羅斯外貿銀行的董事長 現在當然也是被英國制裁 這個報告就說這場戰爭 是 會有機會在6月份結束 因為俄羅斯當時 到時就會經濟崩潰 這樣說 如果俄羅斯人看了 最近幾乎沒有睡覺 一直在工作 腦子一片迷糊 可能真的工作過度了 自己已經處於一個超現實的世界 普京 打開了潘朵拉盒子 跟西方的關係已經是 徹底破裂 根本上 只是經濟制裁 已經足以令俄羅斯 徹底破產 戰爭 即使被你打贏了 你也沒有運行 何況有機會打敗仗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西方 進一步孤立 好像當年對付納粹德國一樣 其實俄羅斯 很嚴重 而俄羅斯現在國內的那種不安情緒 與日俱爭 因為 國家沒有錢 人民沒有錢 所有的錢都被充公了 銀行存款都被充公了 你又要充公 銀行 充公人民的資產 人民是你最大的後盾 現在你不要了 你只要軍事擴張 但是如果人民 每個人都不服你 你這個國家怎麼管治下去呢 又用鐵碗手段 當然是不行了 所以 這份報告 我們也覺得 是 有機會是 應該是KZ 哪裏面的人 是寫的 就未必是 烏克蘭情報部門做了一些假的新聞 因為 大家知道 第一場仗兵彬驗炸 一定會有大量的假消息出來 第一 烏克蘭也會有大量的消息出來 打擊俄羅斯的士氣 當然俄羅斯也不斷製造新聞出來 打擊烏克蘭士氣 要磨滅他們的反抗意志 這一場 是一場 是戰爭的信息 是一個信息的戰爭 當然 除了牽涉信息戰爭 還有一個經濟戰 我們相信 經濟戰俄羅斯一定打不贏 即使拉著中共下水 也只是拉多一個人 拉豬培狗而已 是沒有可能有生天的 俄羅斯 他們 現在規定俄羅斯的男子 18至27歲 一定要有12個月復兵役 而俄羅斯士兵母親聯盟 上星期表示 很多士兵 是被騙入的 他們 收到的通知說要去邊境參加演習 誰知道 他們的合同被改成 包括參加戰鬥 其中一個 參議員在國家道馬上說 由烏克蘭戰區撤回來 這些被迫簽署合同的應徵者之中 100個人 剩下4個人 生存 你想想 是很嚴重的 而俄羅斯 也是說軍隊隨時帶了一些 焚燒 屍體的裝置 隨時把士兵 丟進去 而且他們 當士兵陣亡 他們第一時間就把身上的身份證明文件沒收 就不讓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到時 家屬 真的要追究 要索水賠償 也不賠 這個就是俄羅斯 老實說 怎麼打仗呢 你自己做的事 根本就令到自己的軍心越來越不振 是一場 沒有可能作戰意識的人去打仗 一定是炮灰 根本就不是保家衛國 而是侵略 是一場不公義的戰爭 而這場戰爭 是注定失敗 而俄羅斯會不會像納粹德國那樣被徹底瓜分 被徹底埋葬呢 這個我們也覺得是很大機會的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拜拜